江南的才子北方的将 陕西的黄土埋黄上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 华夏五千年生生不息 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在陕西省宝鸡市 发掘了一座面积达五千平方米 均人数量为一百八十六具的大型墓葬 墓主果具更是只有天子才能享用的黄肠提凑 那么这座大墓的主人是谁 墓葬中又埋藏着什么 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纪录片 揭开千年大墓的秘密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队 曾在宝鸡市凤翔县临山 试图寻找秦帝国先祖的足迹 凤翔县古称雍城 是公元前六七七年秦都东迁到此 雍城作为秦都的时间长达294年 包括秦帝国的三个皇帝在内 秦国史上共有33位国君 其中十九位都葬在这里 公元前383年秦人将都城继续东迁 雍城才结束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在凤翔县的山川原野之中 十九位秦宫的陵寝究竟埋藏在哪里 史记记载秦宁宫藏西山大陆 故号秦陵山也 史记中提到的陵山就是凤翔县如今的陵山 因此考古队先对陵山进行了勘探 然而忙忙碌碌一年多始终没有任何收获 在凤翔县南指挥村不远处有一片荒地 1976年的一天 一位村民来到这块荒地挖土 但是在他的铁锹下却挖出了一些奇怪的土块 这些土块有黄有红 还夹杂着一些碎石 并且十分坚硬 于是村民将这一奇怪现象 报告给了考古队 来到现场后 考古人员发现土豪的断壁上有五花夯土 五花夯土的发现 让考古队非常兴奋 随后他们开始了实地勘察 勘察结果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震惊 这个神秘的地下工程面积 足足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 并且深度达到24米多深 这么大规格的墓葬里面埋藏着谁呢 随后的发掘更是让人欣喜 考古人员在墓室底部 还钻探出了青膏泥 木炭果木朱砂等 这样的规模形置 再加上地理位置 考古人员判断 这可能就是一座秦宫大墓 经过几个月的不断勘探 这座大墓有两条斜坡墓道 和一个长方形墓室 呈现出奇怪的中子结构 墓葬主体部分分为三层 在十多米的位置 有一圈二层平台 工程深度相当于八层楼那么高 考古队都激动不已 苦苦寻找一年多的秦宫大墓 终于找到了 这座大墓是在雍城 发现的第一座秦宫墓 所以考古人员将它命名为秦宫一号大墓 1976年12月 对秦宫一号大墓的发掘正式开始 这座大墓光墓室就有八万立方的夯土 并且只能人工取土 发掘可谓费时费力 但是在发掘到地下两米多深时 一个让人忧心的情景出现了 在发掘现场 发现了两百多个道洞 尽管一号大墓 真埋在地下24米之深 但这么多的道洞 在我国古墓道爵史上 也占据了历史之最 发掘继续进行 在靠近二层平台的一个道洞里 发现了一个头骨 它死前像是歇斯底里的在呼喊着什么 在距离头骨不远的地方 又发现了一节折断的胳膊残骸 随着发掘的深入 人骨残骸越来越多 在二层平台 共清理出20具人骨残骸 这些尸骸无关无果 并且杂乱无章地摆放着 考古专家猜测 这些尸骸应该是一种坑脏 越来越多等待发掘的秘密 激励着考古人员 加快了发掘速度 当泥土被清理干净后 这座大墓完整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它的占地面积有5000多平方米 长300米 宽42.5米 深24米 规模是阴代天子墓葬的40多倍 在墓室最下面的三层台基上 中间是庞大的竹果室 旁边是副果室 副果室的周围 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藏具 这些藏具里的尸骸骨架都基本完整 考古人员提取了头骨上粘连的毛发 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让他们大惊失色 驯人毛发内竟然含有高浓度的 拱和参元素 拱俗称水银 是银白色闪亮的重制液体 拱常温下即可蒸发 拱蒸气和拱的化合物多有剧毒 而参就是人们常说的 批霜的主要成分 经统计 这座大幕相对豪华的香训有72具 驯人被绳子捆绑成全曲的姿态装入箱内 他们有可能是身份稍高的机械进尘 侠训共有94具 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奴隶 装联他们的侠具很小 用的也是只有4厘米厚的薄材 大量尸骸的发现 将人们指向古代一种恐怖的丧葬制度 人训 人训是古代葬礼中 以活人陪葬的露宿 每次殉葬多少人 并无具体执行标准 被殉葬者多是死者的禁亲 禁臣 禁士 以及战争中的俘虏等 残酷的人训制度 在先秦时期最为盛行 大幕中最先发现的20具训人 生前可能是战俘 或者更低级的奴隶 大幕丰埋时 他们被现场砍杀 用于祭祀 史料记载 殉人最多的秦国国君是秦穆宫 那么 这座大幕的主人 是否就是他呢 随着尸骸的逐渐出土 大幕殉人总数达到了186句 比史料记载的秦穆宫 殉葬人数177人还要多 由于大幕规模庞大 又不能使用大型机械 考古人员用了整整十年时间 创下世界之最 1985年9月 挖了十年的秦宫一号大幕 果实顶棚 终于显露出来 在果实周围 填有厚厚的木炭保护层 木炭的外层是2.3米厚的青膏泥 青膏泥质地细腻 粘性大 肾水性小 有很强的防腐效果 古人一般在棺果外封上一层达到防潮和防腐作用 将果实周围的木炭和青膏泥清理掉后 显现出来的是一个形状奇怪的平顶木屋 果实长14.4米 宽5.6米 高5.6米 面积大约90平方米 果实由一根根四方木头组成 木头的两端还有笋头伸出 凑成长方形的类似柜子一样的形质 面对这样造型的果实 考古人员十分茫然 这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 还从未出现过 考古人员开始查阅古籍 汉书《过光传》记载 以百目黄心至立关外 故约黄肠 木头阶巷内 故约提凑 这是在历史文献中 有关黄肠提凑最详尽的记载 黄肠提凑是帝王一级使用的果实 等级最高 那么一号木发掘的这些果木 是不是百目呢 在经过木材专家的鉴定后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些果木就是百目 这套官具就是黄肠提凑 能够拥有天子级别藏具 这座大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当墓室果木揭开后 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果实出现多处悼动 关内除了人骨残骸外 空空如也 然而 经过考古人员不懈的探索 大墓中还是出土了 三千五百多件文物 这些文物包括金 铁 陶 玉 漆器 纺织品石器等 其中二十多件不起眼的 铁制农具和工具 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这些大多出自殉葬奴隶的尸骨旁 铁器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 以往普遍认为铁制工具在汉代才大规模使用 而这座大墓出土的铁制工具 使我国已知使用铁器的时代又提前了数百年 在主观观顶还发现了一双长约一尺的玉石鞋底碎片 在玉石鞋底的下面是一片朱砂 这双石鞋又是什么呢 经过专家研究发现 这双玉石鞋底是一种伏结玉器 伏结是中国古代朝廷传达命令 征调兵将 以及用于各项事物的一种凭证 而伏结的出现 也意味着这座大墓的主人是秦国国君无疑 但墓主人究竟是哪一位国君还无法定论 就在考古人员一筹莫展时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考古队员找到了34件石鞋 和100多块石鞋残片 其中17块残片上各有文字 石鞋是一种实质打击乐器 在西周是王权的象征 只有王宫才能悬挂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们才开始使用石鞋演奏宫廷乐曲 在将石鞋残片拼凑起来后 上面的文字渐渐清晰起来 石鞋上记录着 秦景宫即位行冠礼亲政 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现场各种乐器合奏 气氛欢快又热烈 参加宴会的周天子十分高兴 他认为由他认可秦景宫 继承秦贡宫和秦桓宫的事业 正是因为石鞋上记录了秦景宫即位的合法性 才会被秦景宫如此重视 发掘至此 墓主人的身份终于真相大白 这座如此高规模的墓葬正是秦景宫墓 秦景宫是秦桓宫的长子 秦立国后的第十三代国君 他治理秦国长达三十九年 将秦国势力不断推向中原 秦宫一号大墓发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还远不止于此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